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 我派遣你们出去 好像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激进 像鸽子一样纯洁 你们要提防 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公议会 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你们也要为我的缘故 被带到总督和君王面前 向他们和外邦人作证 你们被捕时 不要担心说什么或怎么说 因为那时刻你们就会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 兄弟要讲兄弟 父亲要讲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要起来反对父母 要害死他们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被众人恼恨 凡是坚持到底的人 必然得救 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 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 人子就来到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这一段福音 让我觉得我们多么需要智慧 耶稣说 耶稣说我派你们出去 好像羊进入狼群 看上去是耶稣派起来宗徒们出去传教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是一个门徒 在这个世界生活 我们就像羊在狼群里 人家别人 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做 无所顾忌 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门徒 别人能说的 我们不能说 别人能做的 我们可能不能做 别人不做的 我们要做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耶稣说 你们的处境 就像羊在狼群里 要不有的时候 你们觉得委屈 哎呀 这么难呀 跟随耶稣 是 耶稣在这儿 要我们祈求智慧 你们要像蛇一样 激进 像鸽子一样纯洁 这个就困难了 有时 有很多人像蛇一样 太狡猾 什么时候都很狡猾 给谁都没有诚心 都不说实话 这不是耶稣要的 有的人呢 就相反 像鸽子一样 诚实 任何时候都诚实 对谁也没有戒备心 然后不该说的 都抖露出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怎么做 耶稣教我们 有的时候 要明智 像蛇 提防别人 有的时候 要信任别人 要成仆 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话 什么时候 做什么决定 怎么样反应 我们真的需要智慧 这个求天主给我们智慧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失败了 那下一次 谁也会失败 但是不能常常在一个地方跌倒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次在这错了 第二次还可以错 但不能一直在这个事上错 那就说明我们没有汲取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智慧 随后 随后我想分享的 耶稣说你们被捕 受迫害的时候 不要担心 怎么说 说什么 因为圣神在你们内说话 给你们胆量 给你们勇气 刚才在我们念试课的时候 第二篇生用 上主不瞌睡也不睡眠 他保护你 在你身边 不让你跌倒 你看这些话 给我找一篇 找一下那篇生用 是课上第二篇 我觉得非常美 什么时候我念到这一首生用 就很感动 国举目向圣山仰望 我们现在在山上 在圣经当中 一提到山 就是天主住的地方 在那里远离世界 天主在山上 事实上天主哪都有啊 你们不要说张神父 就说山上有天主 别的地方没有 哪都有 但是圣经上 耶稣上山去祈祷 梅瑟到山上去祈祷 阿里亚在山上遇到天主 每个人都是 山是一个跟天主相遇的地方 所以多好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 离开了社会 离开了世界 是一个真的要找天主的地方 我举目向圣山仰望 我的救助来自何方 谁能帮我 我的救助来自上主 他创造了天地万物 他绝不让你的脚滑倒 你的护手者不眠不休 有这样一位看着你 他不睡觉 请看以色列的护卫 不睡眠也不可睡 上主站在你的身边 他连坐着都不 有的时候坐着会打嘴睡着了 更不能躺着 有的时候坐着来不及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让你坐你是坐不住的 站岗的没有坐着 都是站着来回巡逻 来回走来走去 以色列的护卫 站在你的身边 看守你 保护你 就像我们的警卫 我们的卫兵 白天 太阳不会伤你 黑夜 月亮不会害你 上主必有你 免遭祸患 他必保护你 身心安全 上主保佑你 出入平安 从现今直到永远 哇 这首圣庸 他的标题就叫 人民的守护者 在讲天主 多么美 一百二十手 你在家里他保护你 你出门 上主保佑你 出入平安 不只是今天 从现在直到永远 每天都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天主 你们说多有福 我们认识这样一位天主 有时我们害怕 我们忘了天主 光想为自己 也要遇到这个困难了 谁也帮不了我 也不吃饭了 也不睡觉了 哇 一个人发愁 你忘了天主 他是你的护卫者 上主站在你的身边 看守你 保护你 有什么能伤害你 最后今天的打唱永 有一句话 我就结束了 今天的分享 上主我要亲口赞颂你 天主对我们那么好 我要亲口赞颂你 很多的时候 我们人在这里 我们的心不在 包括祈祷的时候 也是别人念 我们不知不觉的心在想着别的地方 我的嘴巴就张不开了 或者有时嘴里跟着念 心不在 现在不让别人替我念 不让我的父母 也不让妻子 我要亲口赞颂你 你们愿意吗 对 我们来到天主面前 我要亲口赞颂你 这就是祈祷 祈祷是我要亲口 谁也代替不了我 你们去念吧 我在这儿休息会儿 我玩会儿 我要亲口赞颂你 我的心回来 在天主面前 我赞美祂 感谢祂 祂那么爱我 我依靠祂 向祂伸出手来 我举目向圣山仰望 我的救助来自何方 我们这样问 随后我们自己回答 我的救助来自上主 祂保护我 阿们